內地外賣平台一干美團旗下Kita 星期一正式在香港推出 暫時只是在旺角和大角咀服務 趁著新開張 我們在旺角午餐時間進行叫餐 實測比較三間的外賣平台 Kita開戶只是需要提供電郵 和電話號碼就完成註冊會員 還立即送你300元迎新優惠 最著數的是買滿80元便宜50元 還有一人飯堂專業 60多元便有一個包了運費的套餐 而在餐廳方面 就有130多間餐廳可以選 數量都不少 當中不少都是連鎖餐廳 我們在同一時段 同一間餐廳落單叫牛腩河和凍檸茶 送到同一個地址 三個app的食物售價都差不多 不過Kita就送了飲品 而且夠50元便完成 是三間裡最有競爭力 運費方面 Deliveroo最低要26元 Kita就要29元 買單計100元有找 不過foodpanda可能因為接單太過繁忙 最後下單的時候 運費增加到41元最貴 令到整張單要110多元 三間預計送餐時間 大概都是30至40分鐘 最快送到的是Kita 20分鐘便已經送到 比預計時間早了一半 而Deliveroo亦準時25分鐘便吃得 至於foodpanda 要整個小時才送到 比預計最長時間足足等多了20分鐘 Kita送得快 包裝亦可接受 外賣盒蓋得實 湯亦都沒有倒閉 而飲品就搭高了 似乎比較容易倒閉 不過整體食物溫度仍然是熱 合格有餘 Deliveroo都是相似的表現 可以開車啦 話說轉頭 我們早上去送貝員中心到直擊 有外賣員早上做了幾單 亦都有人等了幾個小時都未接到單 我只收到一份單 但當我接受到單 就只收到單 我只收到單 我只收到單 我只收到3小時 但我沒有單 我還要等到單 我還要等到單 開始時都頗密 大概是早上8至10 現在都要等到下午的時間 才會多點單 總結今次的實測 Kita送餐速度 食物單價比較優勝 One Fight就是Deliveroo取勝